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一个水果能贵到什么程度 小伙伴们可以自由发挥一下想象力 我们都知道泰国是一个热带季风气候国家 因此当地水果产量丰富且价格亲民 而作为泰国水果代表的榴莲 更是俘获了许多游客的放心 但你知道吗 前不久在泰国居然卖出了一颗150万泰铢的榴莲 之后人民币超过30万 卖出这种天价 怕不是里面长了金子吧 讲真的 小Ben觉得现在土豪的思维真的是越来越超脱常人了 但还是忍不住好奇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一颗榴莲能卖出30万的天价 用来其中还有不少的门道 首先这颗榴莲的品种属于长柄榴莲 是泰国当地特有的品种 可以说即使在榴莲中也属于贵族级别的存在 因为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 导致每年产量屈指可数 而且果肉在榴莲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当然光有身份是不够的 还要有让土豪们哄抬价格的契机 在泰国当地有这么一个习俗 每年在榴莲收成的时节 都会从长柄榴莲中挑选一颗颜值最高的出来拍卖 而拍卖所得将会全数捐给当地寺庙 不仅是做了一件善事还能为自己和家人祈福 所以泰国土豪们对这项活动一直抱着积极参与的心态 想必能拍出30万的天价 也是因为土豪们玩上头了吧 看完不得不说天价水果的背后 果然少不了一票一振千金的土豪呀 好了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 评论点赞哦